一名越南婦女現在是馬來西亞唯一因為殺害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同父義母兄弟而被拘留的日 段市鄉的特別律師在星期一說 她的當事人已經承認犯有危險武器或手段造成傷害的較輕罪名 我們今早就感到幸福的結束 段市鄉可以看待她的日子讓她回家 這個日子很近 2017年2月段市鄉被指控在吉隆坡機場金正男的面上 逃抹致命的神經毒劑VX 馬來西亞當國際上個月撤銷在同一宗謀殺罪指控的印尼女被告西提艾莎 在金正男被殺的同一日早上 四名北韓嫌疑人逃離馬來西亞後 這兩名父女是唯一被拘留的疑犯 這兩名女子律師說她們是這宗政治暗殺當中的馬前卒 北韓駐吉隆坡大使館參與其中 金正男是北韓統治家族的長子 她曾經在國外生活多年 但可能被視為對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統治的威脅